歡迎打開Lob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引爆點HiFresh 張景深指導吳康仁、姚以提主演 背角還有影星、陳以文、徐亦凡、周群達、李少傑等等 這是一部台灣比較不常見以社會議題為主的懸疑電影 主角是吳康仁飾演的法醫 還有姚以提所飾演的檢察官 兩個人攜手要追查一件難解的自焚案件 同時難解的還有這兩個人曾經發生的感情問題 這起自焚案發生的地點是一個抗議現場 由現場帶頭抗議當地的石化工廠所造成的污染 於是這起命案更是跟官商之間的利益有著很大卻看不見的關係 我很喜歡開場這個抗議的橋段 開得很不錯 音樂的部分也很有氣勢 會讓人很期待接下來的故事發展 而這部電影的劇情大致上面就是主角在追查這起案件的過程 但是劇情沒有很集中的在這個案件的進度上面 在懸疑度上面不是很足夠 而是有一種無力感 有種這個案子一直沒有進展的感覺 很撲朔迷離的狀態 導演和編劇放了更多的心力 在這起案件所牽扯到的幾個角色身上 有堅稱自己丈夫是被他殺的死者妻子 有追著財團猛打的明星縣長 還有財團第二代接班的這個大老闆 比起這個案件是怎麼偵破的 故事就放了更多的心力在這幾條支線的劇情上面 追查真相是劇情的核心 而真相往往被有心人士刻意地掩埋起來 於是這個故事很重要的就是這兩個主角的堅持 棄而不捨的決心 身為檢察官的主角 很熱血很倔強 不顧一切地想要追查到真相 為了自己的理想想要找到證據 去證明大財團的不法行為 而身為法裔的男主角 則是面對找不到死因的屍體 努力地想要在僅存的證據當中 找到死者所留下來的真相 而這可能是這些可憐的小老百姓 唯一能夠深淵的方法 這部電影的演員都不錯 幾個配角都有用心地去挑選 我特別有印象的就是 飾演縣長的藍尾華 還有影星 有幾場他們主戲的張力都非常的足夠 而女主角姚以提其實還可以 只是跟她對手戲的吳康仁 氣場真的太強了 常常會有兩個人對不起來的感覺 然後姚以提就只能一直用臭臉去對付她 也沒有其他的招數 吳康仁很適合這種正義領瀾 又固守原則的主角 但是劇情的重心常常會從她的身上飄走 偵探的角色要負責解說的戲份也不夠多 就連最後的結局也都沒有她的戲份 只能當一個邊緣人在外面 不過有看到電影一直在表現她強烈的情感 只能說這種處理的方式我沒有很喜歡 電影要我們去追真相 找到所有事件背後的答案 我在劇情的背後所看見的真相 是不足以支撐這部電影的 可以說有一點頭重腳輕 劇本談到我們關心的政治、環保、社會議題、司法系統 但總是會讓我覺得力道不夠 沒有表現出來真相所帶給我們的那個沉重感 然後結局處理的手法讓我覺得有一點點簡單 這個劇本有一點點過分的天真了 這還是一部難得的台灣電影 在關心議題還有人物角色的呈現上面 我相信還是可以感動得到很多人的 只可惜我不是其中的一個 如果電影是希望我們在看電影的過程當中 能夠同時關心一下生活中 社會上面所發生的議題 那我想她是成功的有做到這一點 但我更期待她更深入更專注的 把一個故事講好 把主角在經歷這起事件時的心境呈現出來 會把我更帶到這個需要大家來關注的故事當中 引爆點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瑜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